這個使命所面臨的現實狀況 台灣每次到了選舉似乎分裂 甚至對國家認同 這個強烈的分歧是比其他民主國家來得更嚴重 連抗中保台似乎都有不同的意見 連來的內部都有不同的意見 最近蔣方之儀在面對兩蔣之際 從史丹普大學終於解決司法訴訟之後回到台灣 他其實心中有非常深的感觸 認為抗中保台是兩蔣時代所留下來的 那如果抗中保台是兩蔣時代所留下來的精神遺產 可是在連藍影內部都有不同的意見 您自己的觀察呢 是我引一個故事 這是真實的故事 我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有一次到我們灣裡 台南市灣裡有一座廟 我去拜訪那個主委 因為他是地方士生 熱心公益 那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們當時聊到為什麼 馬英九前總統的民調那麼低啊 就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他跟我說 他說他是藍營的啦 他坦白跟我說 市長我跟你說 我是男的 我長久支持郭敏東 但是他接下來一句話就令我很訝異 他說馬英九總統的民調是所以低 因為他以前是 過去國民黨 就是不管是蔣介石或蔣經國兩位總統 都是要對抗共產黨 結果現在不是啊 現在的180度轉變 他個人認為他有受騙的感覺 他認為就是說在國家的這個認同國家方向上面 他認為包括南營的很多人都不認同馬英九前總統這樣的路線 這是為什麼馬前總統民調之所以那麼低 低到破國民黨的這個 在社會上的政黨支持的比例 原因就在此 所以前不久 蔣芳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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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的那段話是讓國民黨應該要好好反省啊 那當然我們也肯定蔣芳宇女是就是把兩蔣的日記能夠獻給國家嘛 這個也可以讓歷史學者對那一段時間所發生的種種事情去做進行研究 我覺得這是值得肯定的事情 但是他講的這一段話 就是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這四個字被被誤解了啦 好像是我們主動 其實不是我們只是抵抗中國的併吞 不得不做各種準備來保護台灣 其實這個抗中保台的意思是這樣 我們提高我們的國防力量 自不在反攻大陸 也不再協助國際社會去侵略中國 我們只是想要保護台灣 在中國不放棄武力威脅之下 台灣社會包括蔣芳芝宇女是所提到的 自然而然會有抵抗中國併吞的準備 然後以保護台灣的安全 我想大概是這樣 那這段話是足以讓國民黨或是社會一些 就是走錯路了 好好反省 團結台灣 在你建構這個民主大聯盟裡頭 是不是一直放在心上 有具體的想法嗎 是 我是這樣想 台灣只有團結這條路 沒有其他呢 如果說我們在國內沒有辦法團結 不要說啦 沒有辦法妥善因應來自中國的威脅 我們現在國際上的挑戰也很大 包括全世界全球在進行數位轉型 全球在面對2050 近零轉型的挑戰 以因應氣候危機 或者是國內的種種社會問題 其實我們都應該團結啦 在國家的利益 重於政黨的利益 政黨利益重於個人的利益的原則之上 大家要來團結 來共同面對國內外的挑戰 那第二個呢 在國家的認同上面 前面的幾任總統 其實也做了種種的努力 我希望再提每一個現在 現在各政黨的政黨領袖 在談國家認同的時候 儘量避免各自一端 我們要感受到過去幾任總統 或者在團結台灣 在國家認同上面 所做的種種努力 像好比蔣經國前總統 他最早講嘛 他說我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這是第一次台灣 跟中國相提並論 而且是由國家的元首講出來 那第二個 他也推出了崔台青政策 當然有感於 當時台灣社會的變化 不得不然 至少他也順應了這個潮流 那第二個是李登輝前總統 他特別強調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樣的說法 已經漸漸有別 所謂的中華民國 有別於一些藍營人士 所講的中華民國 那陳水扁總統講的就更清楚了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這兩個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的範圍 就是台澎金嘛 人口就是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那一直到 蔡英文總統 他講的就更清楚了 就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嘛 然後再來就是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嘛 所以他把中華民國跟台灣 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說 特別是蔡英文總統的四個堅持 做民調 不管哪一個機構做的民調 國人接受的是大約是百分之八十啦 所以我說未來我的責任 除了建設國家發展經濟造福人民 一定要團結國人嘛 是 面對國內外的各種挑戰 那我的做法就是說 我要努力的是讓 對國家認同有分歧的人 我們能夠盡量找到公約數 然後可以共同為這塊土地一起打拼 像台灣才有未來啊 是 跟我們REAL TALK節目的成立宗旨 是一模一樣的 是 最近一個重大人士 您邀請這個國會觀察 紀總廖立民老師 但是主任委員 我知道在這之前 您透過他 比如說邀請一些新黨的人士 對 跟他們了解 跟他們去進行比較深入的溝通 您這樣的一個動作 您想要理解什麼 想要做什麼 因為坦白講 就是說 我啦 我的成長的背景 或是我身處的民進黨 真的 並不是那麼了解 南影人士 他們內心真正的想法 我相信他們對這塊土地一定有感情 而且他們對這塊土地也有貢獻 那為什麼講出來的話 在國家政黨上面會有一些分歧 所以我是特別透過姚明雲老師 邀請了過去他的朋友 是 大家來談談 我想要了解他們真正的想法是什麼樣 那這個分歧到底要怎麼解決 我在分享我在當談論市長的時候 有一次到我們永康成功里吧 那一位里長 當然那個是一個類似眷村的一個里 當然後來也有不同的族群的人搬到這個里 他有一個博物館 眷村博物館 他以里長之力 做一個眷村博物館 那我身為台南市長 他邀請我去參觀 那我就去參觀 我要坦白講 就是說 我們去看了那個之後 其實 住在眷村的那些老長輩們 這些 其實他們對國家社會 也有很大的貢獻 只是我們不知道沒有接觸 那對他們對故鄉的那份感情 我們也應該要了解 不必然 他是跟我們的意見是不同 那其實他們 我們生活在鄉下辛苦 結果發現他們生活在眷村也辛苦 我是覺得在那個年代 因為在那種專制獨裁的政治底下 我們被分開了 我們沒有機會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進而能夠互相團結 但為死不晚 任何時候 所以我是說 我從當國代立委到市長 院長到現在 其實我都認為 台灣一定要團結 然後在國家的認同方面 大家要取得最大公約數 然後用民主的力量 好不容易幾十年來 我們所爭取的民主的力量 然後來團結整個台灣社會 那也有人問我說 民主的力量 這什麼意思 看起來似乎抽象 但其實不然 具體的做法 滿具體的 就是每一次的選舉 每一次的選舉 所以我說 我們從專制獨裁的黑暗年代 許許多多人犧牲奉獻 加上國人的努力 我們走到今天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 憲政體制 絕對不能夠走回頭路 所以我們透過每一次的選舉 就像是民主的嘉年華一樣 然後有人民來做選擇 就人民在選擇的時候 自然他會把國家認同 經過每一次的選舉 每一張選票 就像打鐵一樣 一張選票又一張選票 好比一錘又一錘 把整個台灣的認同 提煉到精純 各種政治人物跟政黨 一定可以看到 每一次選舉 所呈現出來的國家方向 人民的希望 我相信用這樣具體的民主制度 底下人民所展現出來的 民主的力量 就是慢慢慢慢 讓國家的認同能夠去團結 是 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廖小君 很開心 跟大家要分享 我們低調籌備多時 終於雲開見日 可以大聲說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論節目 真實對話上架了 在YouTube頻道上架 過程當中 我們的確把90%的精力 都花在攝影棚的設計 包括燈光主持人 跟來賓互動等等 挑戰台這個創意跟論述內容 是讓每個來賓的觀點清楚呈現 過程當中 你可以交流 可以交鋒 當然優質節目 影響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個觀眾朋友的幫忙 把大家公開這個好消息 同時 也許有人還不知道 但是眾志成城 擊殺成塔 請大家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當然這個小小動作 不需要花錢 但是每一個動作都是連結 你我最好的一個管道 透過了訂閱 每一個你們都成為 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隨時都在 隨時可以開心聊天 討論台灣的重大事件 當然可以討論 包括了國際間瞬息萬變的事情 這個平台 我們彼此聽見不同的立場 雖然聲音立場不太一樣 我們需要這個平台 一個包容多元觀點的空間 彼此願意傾聽 更重的是 每一個可以講真話 真實對話 realtalk真實對話的初心 就是如此 我們在關心 國內外政局變動的同時 更可以認識 台灣在區域安全 與全球民主聯盟 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為我們信守台灣的價值 堅持對國家的中心熱誠 期待realtalk真實對話這個平台 期待你的聲音 期待百家爭鳴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鈞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們的訂閱行列 多多分享 讓我們的聲音 可以傳遍全世界每個角落 下個月 在香港 我們在台灣 不滿足的路 從海外 到台灣 過 我們在台灣